你洗臉會越洗越乾嗎? 還是覺得它的清潔力不夠? 原來胺基酸的濃度20-25% 這樣的清潔力是最溫和的 代表就是洗起來是最舒服、最剛好、最勇敢 嗨!大家好!我是Nicole 雖然疫情已經解封了 但是大多數人還是習慣著會戴口罩 所以臉部清潔這個步驟也是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因為臉部戴口罩 還悶熱、悶住了 還有口罩摩擦的問題 台灣騎摩托車的一定是比較多 現在天氣那麼熱 說真的啦 戴上口罩出去不用一分鐘 整個嘴巴都是很悶熱的汗 只要是口罩覆蓋的地方 全部這邊都超級悶的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不舒服 每個人長粉刺的地方都不一樣 像我就是在鼻子這邊 在鼻頭這邊非常多的粉刺還有下巴 鼻頭粉刺的問題是我最大的痛點 外加毛孔粗大 不管是用什麼彩妝品都沒有辦法去遮蓋掉 所以要先從肌膚清潔先做好為主 不要讓毛孔越塞越多東西在裡面 近期我使用過這一款洗面乳之後 其他原本使用的都直接淘汰掉 就是這一款 蛋殼北北靜潤玻尿酸胺基酸洗面乳 官網它可以深情兩路的旅行主體驗 之後再決定看要不要購買大罐的100ml來使用 我使用洗面乳經常會遇到三個狀況 我不曉得大家是不是也會遇到 第一個就是肌膚啊 越洗越乾 第二點就是你在洗完臉之後 會覺得肌膚表層會一層油油的感覺 好像都沒有洗乾淨 第三點就是洗面乳的清潔力不夠強 那是不是你會覺得說 如果買一個很強的又會傷害肌膚 那如果它清潔力又不夠弱一點 可是你又覺得它洗不乾淨 就會卡在中間非常的兩難 蛋殼北北靜潤玻尿酸胺基酸洗面乳 它的包裝是走小清新路線 軟管設計 就算是用到剩下一丁點的話 也可以剪開把它挖乾淨 完全不浪費 它外包裝是霧面設計 所以手上是泡泡的話 也不怕手滑掉囉 用量也不需要多 大約是5塊錢的硬幣大小 直接可以徒手起泡 也是可以使用起泡網來使用 可以依照自己的習慣使用就可以囉 泡泡沒有什麼味道 輕輕的在肌膚上按摩 不要超過一分鐘 按摩畫圈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輕柔 才不會產生小細紋 再使用溫涼的清水清洗乾淨 洗完臉後的肌膚摸起來很舒服 不會有那種緊繃乾涉 也沒有油油的感覺 清潔力是剛剛好 而且是非常溫和 果然是淡可貝貝的黃金比例 不然有一些洗面乳啊 洗完會很乾涉到一個不行喔 我最主要會想要推薦他們家的洗面乳 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可以試用 因為你只要付一點點少少的錢 就可以買這個20ml的 而且它小小罐裝 我覺得它非常方便 就是可以讓你帶出國出去玩啊 外出旅遊都非常方便 如果你覺得它使用過後 適合你的肌膚 那你就可以買這個大罐的 100ml的 大罐的在家裡面 就非常適合 或是跟你的老公啊 男友一起使用 我覺得是非常足夠 很夠用的囉 如果啊 你們剛剛好是也在找尋 玻尿酸或氨基酸的洗面乳 那你們一定要參考看看 蛋可貝貝的喔